你記得有人去過啊 李拔亨我們常在花蓮 有對不對 我文宏你們認識嗎 對不對 他就說 他就說 他說過去的農業 是能夠達到這個生態平等的 現在是因為種植行為 以及土地利用的態度改變 而有不同的問題 他說過去人們在潛山耕種 田地就在房子旁邊 所以可以兼顧到農田 減少野生動物入侵 你看如果住在旁邊 那野生動物就會稍微比較那個一點 或者說人類反應也比較及時 那現在呢 我們就轉往山上去拓肯國園農田 偶爾呢上山採收 你們這個道理你們應該知道 然後他說在不該種的地方種植 再有野生動物的漆平 這類的農田國園應該要退場經濟 他這樣農民的立場 他就這樣說 我覺得也蠻值得參考的啦 好 如果大家覺得台灣秘厚這個部分已經可以的話 還有什麼問題要提出來 我不知道我會不會答大家問題 不過我想喔 我沒有辦法提供標準答案 那只是說我的 我的那個 以我的立場 我大概能夠提供的一部分解答 這樣子 好 說那個台灣蜜猴 我知道說他那個素樣調查已經好像超過十年 兩千年的時候李玲玲老師 對 十年以上沒有在調查 然後你說日本他們把蜜猴又研究得非常透徹 那我就想說台灣這裡在 其實不只在米頭啦 在很多台灣黑羽熊或食物 農委會在上面的研究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為什麼日本可以做到這麼詳細 然後台灣做的又這麼少 再來說我們可以給予的經費 應該不會查到什麼誇張 嗯 嗯 日本有的說要去基本法 對 所以你有個法律的政策他就會支持 他就會影響這個經費的分配 可是台灣連個農業基本法都沒有 就這個農發條例只多關這樣子 嗯 所以這個部分喔 嗯 而且就是說 你們知道林務局的經費很少 這個應該是大家都知道的事情 他們有一次就告訴我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個是從經濟部吧 反正是從那種經濟部會交通過那種部門 退休的那個退休的人 然後呢他想要去禮物局當志工 然後就說好我幫你們你們 呃 我教你們怎麼用錢這樣子 然後他一聽到說他一年的經費 是多少之後 他說一起來跑出來 我說這個好像只是我們以前那個部門裡頭 一個計畫就這麼多了 結果你們是一年的一個部門的經費 你不算我得給計畫這樣子喔 嗯 那這個他們都把它當成是笑話 然後就是就是來形容說 我們的保育單位的那個經費 真的是非常的少 那另外還有一部分就是說 分共上面嘛 我們的國科會 那像這種基礎叫做 這也是應該要國科會來做 還是林務局 那林務局他們也會提供一些研究經費 可是是用來喔 跟國家公園一樣 是用來做保育的行動計畫的 因為那個有些是基礎 基礎的研究嘛對不對 可是基礎研究是怎麼樣讓各個單位 他在付諸行動的時候參考用的 那像這個部分是應該是國科會嗎 還是應該是林務局還是誰 這個還是有一些爭議啦 那目前我們整個台灣對研究的部分 還是比較邪效有一個值得學問的部分 所以很多我認識的一些老師都會常跟我講說 他們都一直找不到 找不到學生願意到野外去 做那個田野的 大家都喜歡穿著實驗 大家都喜歡穿著白桃 然後在實驗室 又乾淨又微量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機會也會跟進行 沒有問題的話 我們就來看什麼叫做 為什麼社會高興這麼重要 因為大家覺得想睡覺的時候 應該趕快插話喔 我要講的就是 從白海族開始講 白海族大家都聽過吧 有沒有人不認識白海族的 如果不認識白海族 那就是你們沒有參與到國光石化的那段歷史喔 不過隨著國光石化落幕 我們這個白海族好像最近也很少 很少人關注喔 好請看下一張 再下一張 再下一張 白海族 對 這是白海族 好你們會看白海族嗎 不會看 是不是知道教我們怎麼看 他好像是不同的成長間這樣 顏色會有點不一樣對不對 這個是理事專家 好如果講錯請你隨時補充這樣子 我沒有那麼少 好 下一頁 黑熊 台灣黑熊 其實台灣黑熊還不是特有種耶 你知道全世界有幾種熊嗎 這個都是黑熊保育協會上面有的 全世界有八種熊 然後呢 其中喔 台灣黑熊是屬於亞洲黑熊的一種特有亞種 亞洲黑熊呢就是 他的身上有V的都是亞洲黑熊 所以不是台灣黑熊才有V喔 是亞洲黑熊 然後七種 亞洲黑熊七種亞種這樣子 這都在黑熊保育協會上面有 然後這個就是我們現在的台灣黑熊下一頁 好這個是誰 這個是什麼你知道嗎 這個是會變 葉子會變色的 最近很紅喔 因為開礦的關係很紅 對 然後因為中國都叫水清鋼 所以我們就叫台灣水清鋼 那因為台灣水清鋼命名的比較早 所以在中國後來又發現台灣水清鋼的亞種 所以他也要叫台灣水清鋼 好下一頁 這個 這個十五大家都認識對不對 好下一頁 所以剛才我們看過很多個物種 你們覺得台灣最需要保育的是哪一種 然後為什麼 然後為什麼 這個是什麼你們知道嗎 好強 對啊好厲害喔 好可怕喔 你都知道厲害嗎 吵嚣 吵嚣 是Model的一種 蛤 對 對 略形性的 然後呢 嗯 你們覺得哪一個是最需要 你們心中 如果會理人 你們會怎麼回答 哪一個是最需要的 保育的 然後你要 講理由 我認為是十五 十五 為什麼 因為人和人處共同一個環境 那個都讓人解決 那 你的意思是說 你說人跟十五的 我們根本衝突最大 跟十五是衝突最大的 所以他威脅最嚴重 那個部分如果能解決 那我其他的我都不擔心 還有呢 你們如果不自己講 我就要解停喔 是 我是覺得 以那個生態系來講 哪一個物種物比較消失 因為它消失連串的 其他的那個斷了之後 它整個會引起一些混用 對 像十五的一個部分 事實上 事實上是 的確啦 就是說 因為野生症物是屬於 零物體管轄的大部分之內 那我曾經到這個苗栗的 那個就是農莊 農莊 農莊 它那裡啊 食物真的就是危害 就是 它不會下來 然後 它因為它那個是 稻田的那個鴨子洞 鴨子就莫名其妙不見了 這樣就弄了一個 鴨眼睛 那這個怎麼辦 那個食物也不能抓 抓了還有事 但是它的鴨子一直不見 對 所以像類似這樣子的 就是人跟自然的這個交界 他們也是下來求生存 所以我會覺得說 呃 我們通常會勸人就是說 這個將來這個在醫學上 也許它可以救你 所以我們現在就是 哪一個都不要想 所以你覺得就是頂端的物種 要優先保育是個意思嗎 我不認為哪一個是頂端的 因為我們現在地球 所以我們去控制了很重要的事情 我並沒有把一些東西 我也會給自然的事情 所以這種的物業實際上是 終究會遇到 對啊 好像 對啊 這個好像很值得我們去注意的 還有呢 好 好 好 不好意思喔 其實我要 我要講的就是說 我們 我們要提到 那個 生物對象氣 為什麼很重要 然後呢 我發現我把講稿寫完之後 我沒有時間再看過一次 所以其實我們要做一些安排 好 氣候變遷跟生物動向性衰退 應該是人類面臨的一個 兩個很重要的威脅 那我們都會 在台灣 對氣候變遷的這件事情 都深受其害嘛 比如說八八風災 然後 每次來個大水 可能某個城市 某個地方 他們就深受這個淹水的這個痛苦 所以我們對氣候變遷是相當有感的 可是對於生物動向性衰敗這件事情 好像就比較 比較少去提到 那其實國際間對於生物動向性衰敗這件事情 他們是非常的 非常的 注重的 就像蘇琳講的這樣 其實就是說 有很多種 根本來不及研究 他們的一些 他們 我們怎麼從他身上去接近 或者說他們提供了哪些 重要的生態服務功能 你來不及了解的時候 他們可能就消失了 那這其實是一個 蠻嚴重的威脅 那特別就是說 我最近看到一段 全球生物動向性展望裡頭 有提到 就是 貧窮跟生物動向性的關係 譬如說 等一下我們會提到說 生物動向性提供哪些的 生態系服務功能 那其實有一些部分 是有關於攻擊的部分 譬如說 屍體本身 超肩帶 它本身就提供了很多 的那個物種 那過去人們呢 透過採集 或是說 養插顆有沒有 像這樣子 很容易的 他們就可以有一些收入 可是呢 往往都不抵 譬如說 我上次去香山勢力 就看到那個 就拍到一張照片 就是一個 嗯 那個地方本來 是跟那個大城勢力一樣 也是養顆 譬如現在已經沒落了 那沒落應該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科學園區排放的水 污染的那個 看起來是說 人口老化啊 什麼什麼的 可是你就跟大城勢力相交 欸大城勢力很活絡啊 布袋也是啊 可是可是 香山就很潔明 就這樣 然後這個 高科技的產業的這個興起 反而呢 造成了這個 本來要可以依賴這些 這些師弟啊 或是生態系 提供服務的人們 是去依靠 那其實這個問題是 相當嚴重的喔 那所以就是說 嗯 在生物高性 在外面有提到說 生物高性的喪失 和生態系擾動的後果 往往呢 對農村貧困人口打擊最大 那這些人呢 直接依賴 當地生態系的服務謀生 在生態系服務退化的情況下 這些人往往是 最穩得到替代品的人 也是最負擔不起替代品的人喔 事實上千里 生態系貧困在這裏 人生物高性的喪失 對實現聯合國千禧的目標中 滿足世界上最貧困人口需求目標 也是一個重大的障礙 那大家就可以去觀察 欸一個 譬如說六星 它造成那個地方的 傳統產業跟那些 以及產業的這個失落 然後 帶來的這個就業機會 都是屬於交定階的嘛 那我們現在一直看到它在 它的影響慢慢無限 譬如說造成這種身體上面的傷害這樣子 那這個都是值得我們去關心的 那你看我們早期社會是不是 有聽過那個抓蝴蝶有沒有 蝴蝶家用有沒有 我這樣再來看到 民視有一個節目 就在提到說 欸他年輕 他小時候真的就跟著爸爸去抓蝴蝶 然後真的就賺很多錢 然後長大之後開始發現說 欸台灣蝴蝶王狗 後來有人問我說蝴蝶不能講蝴蝶王狗 這個是我們台灣自己人講的 其實沒有那麼厲害 可是這個蝴蝶越來越少了 所以他現在就變成是去 他們農場開始去種一些蜜蝶的植物 然後吸引了很多蝴蝶再回來 然後現在呢一樣是靠蝴蝶再賺錢 但是呢他是做解說導覽 把它變成是一個生態教育的環節這樣子 是不是都差很多 他用保育來幫助他獲得收入這樣 那所以說為什麼我們在那個 我們要講生物狀況性他很重要 然後呢其實我們只要生活在地球上面 應該是都沒有辦法過敏這件事情 好那什麼是生物狀況性 剛才有看到幾張圖 然後問大家說那你覺得哪個物種是需要保育的 那我想就是每個物種都是需要保育的 不過就是講每個物種說 因為有些很該大的議題 當然我們可以晚一點再講 譬如說那我家的貓跟狗 路上的遊覽狗要不要保育 這是保育嗎 還是保護還是什麼 這個也是要理清楚 那我們是要生命本位呢 還是生態本位 這個都是我們都是要去想清楚的 我們是要在一個怎麼樣架構之下去考慮這個物種保育 這個生物狀況性公約定 大家會分成三個 大家有沒有有沒有概念 遺傳的多樣性 還有物種的多樣性 跟生態系的多樣性 這個我可以過 那我們就來講白海豚 以白海豚為例 我講這個例子是有一點那個 好吧 我一邊講一邊跟大家說 就是說白海豚認識之明 好請看下一張 應該好幾張好不好 也不是他在前面 其實我忘記在哪裡了 好我要講白海豚生識之明 好我們都說 禮物局的那個官方用指 是說他是中華白海豚 但是呢我們有 我們國內有個研究團隊 不是就是周連鄉的研究團隊之外 還有另外的團隊 好像東海 東什麼東台灣海峽嗎 什麼研究團隊的 他們就去 他們就去證明說 台灣的那個西岸的這一群白海豚 是沒有辦法跟珠江那一代的白海豚 基因交流的 因為他有巨森症跟我們一樣 不怕神 所以他不是那個神 是那個神這樣 然後就是說幾公尺呢 他就踏不過去 所以他不可能跟別人有基因交流這樣 那這件事的重要性是什麼呢 嗯 這樣子說好了 而且他們把這個報告提到IUCN去嘛 所以IUCN他們的 他們在往那個 紅名單上面是有講這件事情的喔 他們就認為說台灣的這個族群 是跟珠江是不一樣的 好 那以前呢 我們政府就認為說 反正跟珠江都是一樣的嘛 算一算上千隻 所以沒關係啊 這個台灣的這一群消失了 或是變得很少也沒有關係 反正他們會基因交流這樣子 可是呢 當證明的是不一樣的 是不同的種群的時候 他們還沒有到 還沒有到亞種或是單獨的種 還沒有到那種 不同的種群的時候 那意義就不一樣了 好 那這個在講什麼 就基因多樣性這件事情 我的跟眼睛是不一樣的 所以留住我的跟 留住我的 跟不留住我 那就那個差別大概就差很多了 那因此呢 自從有這個見據之後呢 林務局就只好保起來呢 保育白海豚 那民間也很積極的 希望可以做這個部分 可是大家知不知道這件事情 台灣有沒有白海豚的野生動物 中央氣息環境有沒有 有的 認為有的人請舉手 那認為沒有的人請舉手 好 其實我們考的科學證據 都已經研究出來了 可是呢 我們最近又跟保育族的人說 我下個月要寫一篇文章叫做 慶祝中央氣息環境 預告週年 通常呢 就是說那個科學證據已經出來了 然後他已經預告為 野生動物中央氣息環境 可是大家 大家就以為說 一般的讀者就認為說 啊 那就OK了 這個事情就沒有問題了 因為通常預告 不會超過一個月的啦 不會超過一個月的 可是大家沒有想到的是 到下個月一年了 四月就一年了 沒有辦法公告 那意思就是說 你沒有公告的話 基本上就沒有法律的地位 他就不受保障這樣子 那時候我們花了很多力氣 希望能夠保護嘛 因為按照那個官方的數據 目前是有74隻 那其實一個族群喔 其實這是相當不樂觀的 你即使是說他們可以 如果下來繼續生小孩 可是他的基因可能就變成純化 那基因純化的話 遇到一些重要的 遇到一些疫病 好像可能就很可能就 然後他就全部都走了這樣子 所以這個部分就相當的嚴重 但是呢 大家就已經忘記說 他預告了 可是他沒有公告 所以希望大家也可以注意這些事情 那所以說 第一個講到 所謂的基因多樣性 講的就是這樣子 所以我說我覺得這個例子 特別點那個 唐人邪道嗎 我的意思是說 大家不會用這個來講基因多樣性 可是我要用這個例子 來凸顯說 基因多樣性的重要性 所以白海藤的保育才有辦法 這麼受到重視這樣子 請問他為什麼不公告 嗯 大家有沒有看我寫的泡泡 我可以 老師我可以講這個嗎 講記者跟他吵架的事情嗎 可以啊 呵呵 呵呵 就是要自己的 呵呵 呵呵